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上館長直播節目中爆料 有人密告他 新竹有幾條土地變更超過100億元 懷疑當中有密保 民進黨才會猛打高鴻安 對此前新竹市長林志堅發文痛批 這些影射了兒童醫院是弊案 全是惡意謠言 還指控柯文哲跟高鴻安 為了政治利益反兒童權益反醫療 不過兩人也回酸說 林志堅跟民進黨根本是不打自招 總統蔡英文牽起沈惠宏的手勾喊加油 選前最後一天輔選催選票 因為新竹選情激烈 尤其柯文哲近日爆猛料 新竹有幾條土地變更超過100億元 懷疑當中有密保 民進黨才會猛打高鴻安 抹黑造謠 沒有證據 無中生有的這些血口噴人的事情 對手用很多不好的方法 抹黑我和沈惠宏 本人批抹黑 前一天臉書也發長文回籍 點名柯文哲黃珊珊和高鴻安 想要抹黑馬接兒童醫院是弊案 就是為了政治利益 反兒童權益反醫療的行為 但這看在柯P眼裡 我覺得這實在很好笑 我什麼都沒講啊 怎麼每個都自己跳 就想起一個成語 不打自招 高鴻安這頭也算對後入座 卻收到自稱是市民媽媽的網友罵 沒血沒淚 不要用這種抹黑的方式 去扣我一個反對兒童醫療的大帽子 昨天晚上已經確實有民眾 跑過來跟我反應說 希望我不要反對兒童醫療 而這是我完全沒有講過的話 澄清從未反對兒童醫院 選前最後一天 綠白互批抹黑 泥巴站還沒停歇 接著徐志謙宇宣李明洪新主報道